因英習主席關注香港市民 住得更寬敞一些的期望 香港中文大學留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泰良作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香港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70平方尺 對比新加坡和英國的人均面積確實都相差太遠 他認為習主席的講話為特區政府的土地及房屋規劃指明了方向 日後就是要以提升人均居住面積的角度出發 莊泰良認為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其實是人為的 原因是香港有不少未開發土地被列為禁止開發 例如佔地超過1.5萬公頃的綠化地帶 以及郊野公園邊緻 想大量增加土地供應最好就是把這些土地限制 拆牆鬆綁 從源頭上大量增加土地供應 在將來供應及私營房屋為7比3的前提下 會有不少大學生都住在只有300至400平方尺 甚至更細小的供應房屋單位中 對於年輕人來說是絕望的 莊泰良建議政府可以興建一些單位如千尺的樣板供應房屋 並陸續增加規模 好讓年輕人都有希望 莊泰良指 北部都會區 和明日大序的計劃正如火魚塗地展開 估計數年後會陸續有項目落成 但不期望樓價可以平到讓所有人買得起 因此香港政府可以加大推進大灣區的融合 只要有人入去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居住 即使只有10萬人香港的住房供應不足問題 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舒緩 以解言微之急 他有建議 香港及內地更可以加強合作 在大灣區某地劃出一個圈 引入香港的教育制度 例如香港中學民憑士制度DS 讓港人子女在內地念書時無需重新適應 再配合工作機會及醫療福利 增加港人到大灣區定居的誘因